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有一种男人,再爱也要远离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不要做廉价的自己 不要随意去付出 不要一厢情愿地去迎合别人 有些事情知道是错的 就要懂得及时止损 因为车坐过了站还能坐回来 衣服买大马了还能换小一马 但是挨错了人却不想离开的话 就要受一辈子的苦了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完美匹配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天长地角 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感情来自内外的变数太多了 穿不下的鞋子就不要硬挤了 不属于你的世界就不要强求了 如果两个人的感情 如果两个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奉劝你们 即使再相爱 也要远离了 到底是哪种男人 是要远离爱不得的呢 首先是依赖父母 没有主见的男人 生活中总有这样的男人 家里遇到事情总会说 我妈怎么说就怎么办吧 表面上看起来是孝顺 顾及到妈妈的意见 实则是做事一点主见也没有 对于一个拥有恋母情绪的男人 即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也依然离不开妈妈的照料 无论什么事都听他妈妈的 一个没有主见的男人是很可怕的 很多事情都是道听途说 没有自己的想法 对生活过一天算一天 就算你们结婚了 在生活上因各自习惯不同 处处受到公婆的制约 你想分家独自生活 而丈夫却一点想法都没有 永远活在他的父母掌控之中 对于没有主见的男人来说 他们的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甚至不会思考爱是什么 婚姻就如同男女共同爱一栋房子 当没有地基或地基不够牢固的时候 终将有倒塌的一天 这个地基就是夫妻之间坚实的爱 而和这种没有主见的男人在一起 在婚姻里注定是不会幸福的 第二种是大男子主义严重的男人 大多数男生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 任何一个男生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对方面前有点面子的 这也是自古以来典型的男权主义 但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就不好了 曾经有一位读者留言跟我说 我跟老公已经结婚十年了 跟着他开了一家店 平时店里收的钱都是归老公管的 但每次我问老公要钱时 老公就发脾气骂我乱花钱 我才在网上买了一百块钱的衣服呀 又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大手脚买护肤品 跟他拿钱都要看脸色了 我话不能乱说 饭不能乱吃 事不能乱做 否则就是一顿说教 吵架的时候不能还嘴 不能沉默 正确的做法是 他边说 我边点头 说好好好 是是是 我想说的是 现在时代不同了 不必完全依托在男人身上 你最强大的底气 来自你读过的书 和靠自己赚的钱 而不是委屈求全的 为一个不在意自己感受的男人妥协 真正幸福的婚姻 是两个人情投意合 互相尊重和理解 并且觉得对方有趣的人 在一起共同生活 第三种是爱说谎话的男人 终其一生 结婚这事 无论男女都是大事来的 婚姻对于女人来说 欢呼到一生幸福 没有人喜欢婚后老公 对自己各种谎言与欺骗 这样的生活还有意思吗 就像经常有读者问我 当初她明明说爱我 会永远对我好 不会让我受委屈 才决定结的婚 之前那些对我好的举动 可为什么婚后就像完全变了呢 变得好像是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似的 我们现在还是会亲密 但她也习惯说着谎言 其实我想说的是 她大概一直都没变吧 只是热恋时期 被甜言蜜语蒙蔽双眼的你 没有看见罢了 结婚了 得到你的人之后 就圆形毕露了 我们都懂得 都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爱情也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大道理讲的再多 都不如用行动去做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 他会用一颗真心想待 而不是用谎言来欺骗你 最后是擅长使用冷暴力的男人 相爱的方式各种各样 不爱的征兆却大致相同 争吵是一种 决裂是一种 更为常见的一种 叫冷暴力的伤害 两个人的感情中 最怕的是什么 有人说不怕吵架 就怕憋着冷战 那是分分钟能把人 往无形的深渊里推 恶以相向 大动干戈是婚姻的大忌 因为会把彼此 最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 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最可怕的是冷暴力 毕竟吵架 那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之后 一切就都会慢慢过去 但是冷暴力却不是这样 在感情中 冷暴力是剧毒 它会一点一点吞噬 你们的感情 直到某一天 让你们分道扬镳 甚至会是悲剧收场 别等它发生了再后悔 也就来不及了 以上这四种男人 还是要好好了解清楚了 理性地在一起 不然最后可能会 两败俱伤的 虽然说感情上的事 很难追求完美 但也是不能随便将就 有些伤害可能不足以致命 可是付出的感情 却没有回报 是不值得的 即便你已经深陷其中 也一定要学会 及时止损 在认清对方的真面目后 千万别心软 也别懦弱 早点离开 是对自己最好的负责 因为真正的爱情 不是委屈求全和充满谎言 真正的爱情 是看到这句话时 你就微笑地想起了对方 一生很长 人生苦短 别回头向前看 别把感情浪费在 不值得的人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